今天把固體地球的層格 不是 應該是形塑地球表面的內移力 外移力 講完了齁 內移力的部分講完了 就正斷層逆斷層 上次我講說 逆斷層很容易理解啊 你看地球擠壓就等級了逆斷層 那正斷層呢 是拉開的 正斷層拉開的情況是什麼情況會發生 所以智傑有講到一個可能是熱鬧鎮 熱鬧鎮是智傑講 還是智傑講 智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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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傑可能是什麼樣子 其實不當這個樣子 正斷層有可能性是 當我整個地面被擠壓 隆起的時候 我受的產生的時候 請問這個時候有哪邊可以形成正斷層 這邊 這邊是哪裡 這邊是哪裡 為什麼是這邊 為什麼是這邊 因為它會再推 再推 我們講正斷層是拉桿還是推 拉桿 拉桿 這裡面有哪邊被拉桿 感覺一下 拿自己的書感覺一下 左側兩邊拉桿 左側兩邊拉桿 我這樣往裡面擠喔 往裡面擠 哪邊是被拉桿 中間 正上方是拉桿 對不對 正上方是被拉桿 這土是土比這個樹應該很厚 當你被啟壓的時候 啟壓的時候 它啟壓的時候 往上要隆起的時候 身上最上面是被拉桿 正上方在被拉桿 所以你可以知道 皺摺的地形 有可能在正上方會形成正斷層 就是正斷層可能形成的地方 好 這就解答了上次我們在講的 為什麼這真的怎麼會形成 好 延時的循環 這上次提過了吧 不用再講 是吧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地殼均 什麼叫地殼均層 你們說 地殼均層說是什麼 這是什麼 來 那個平原上路路過 先解釋一下 沒有給你解釋 就是我不理解 那你不理解 那他說什麼 什麼叫地殼均層 你不理解他越來越沒關係 那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叫地殼均層 他說有兩種 嗯 地殼就是 他那個地殼密度 都照理說是都一樣 所以他上面越多下面的密度就越低 下面的密度越低 還是下面的密度越低 就是上面的突出來 就是大高於水面的那個 陸地越高 那那個下面的密度就越低了 瞧瞧 你剛剛的前提是密度是一樣的時候 為什麼又變得密度不一樣 我說密度就一樣 有 你剛剛說 因為他假設密度是一樣的時候 對啊 每一個密度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上面多出來一點 所以密度還是變少 所以密度還是變少 所以到底密度是一樣的 就跪掉了 他土氣有點放天倒了 他的土 欸沒有 土沒有天倒 土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是普拉特 普拉特的說法是說 地底 地塊底部 會補償他的深度 什麼叫補償他深度呢 每一塊的深度都會相同 每一塊的深度都會相同 就是 這個意思有點像是說 我自己感覺啦 那地盤因為密度很高 所以他是要把那個地層做溶解 對地頭溶解 溶解之後呢 他還是會盡量讓他椅子影 就是他水面上的高度什麼樣 這是一個說法 那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他還有高扇 比較大塊還是比較大塊 欸 不是比較大小塊 你要想 我希望浮的高一點 有些 對 浮的高跟浮的低便是有關的 你把他的密度跟板塊的密度有關 所以 假設這是一個水 我現在在這邊看到了 這邊有一個物體是這樣浮的 有另外一個物體是這樣浮的 好 像這兩個物體寫著密度 跟水的 跟這個下面的液體還強 我不要說水 這是液體 某液體 某液體 某液體的密度是低 這個密度是多少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大概是多少 下面是幾 低 那就0.8D OK 0.8D 這個呢 0.5D 0.5D 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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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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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呢 想一下 想一下 餅乾 變長 跟上想一下的 好 是 那什麼想法都沒有 告訴我 知道我意思嗎 這個液體的密度是低 這個物體 的密度是0.8D 假設我都說假設 這個物體的密度是0.5D 合不合理 問題都不合理 那假設它是物體 不是方塊 欸 不管它 就假設它是某液體 這是某物體 怎麼樣陳昱 有話說 應該OK 應該OK 陳昱 你覺得合理 不合理 還是要換 應該是合理 應該合理 再講一遍 好 餅呢 都不合理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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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假設我現在的東西是 這是底部 假設這是底部 有底部 我現在是 放個 1.01D的 請問它在哪裡 底部 它會沈到底部 對不對 它就能沈到底部 那如果放一個1.01D的 會在哪裡 還要在底部 還要在底部 其實它會比較小一點 怎麼會比較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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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我常常聽到畫舌天竹的竹 在那邊 沒事 沒有喔 它沒有差 1.27 講屁 前面他後面就跟我講 要去修 他修得多了 好啦 只要你的密度比D大 你就是往下掉 就掉到D 掉到有支撐的點為止 對不對 只要你的密度比D小 就浮上來 浮多少呢 就把你密度高低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們講過浮力了吧 記不記得浮力 B等於什麼 忘記了 其他同學記得嗎 密度分子體積 密度分子體積 誰的密度誰的體積 密度分子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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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分子物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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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是什麼?福利的 排開水的體積 排開水的體積怎麼樣? 這是排開水的體積 你改一下 排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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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升水不行 排開水 排開水 升水的體積 大家再歸層 繼續歸層 陳奕還是捷裡可以講話 對或不對 而且 等一下 所以物體體積沒有人堅持嗎? 錯錯錯 這個不要很好 跨掉了 那你要說哪一個? 這樣兩個單 一個是排開水的體積 排開水的體積 一個是升水的體積 排開水的體積 排開水的體積 福利喔 排開水的體積 現在來看看是怎樣 修飲力上課怎麼這樣呢? 修飲力上課怎麼這樣呢? 回家檢討 修飲力上課怎麼這樣呢? 確定是密度 你剛剛都屬於這個密度 我不確定啊 我一直都很認識 那剛剛怎麼會出現密度跟提提這個說法 那是他們說的 我只在求證了一下 一個密度約提提 所以不一定會長全 我還以為是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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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你說什麼? 我剛以為是你講的 沒有,不是我講的 不對吧 是成語異級密度 我到現在都沒有說 是成語嗎? 成語是嗎? 成語是嗎? 不是,是成語 成語 誰?成語 排開水的體積 成語異級密度 排開水的體積 不是除了是嗎? 是成語 是排開水的成語體積 所以是排開水的體積 成語異級的密度 這樣子嗎? 冠儀說的 平衡就是怎麼樣? 排開水的體積 或物體的體積有什麼差別? A 好 這個是 這是物體的體積 喔,你這有什麼 在上面 對,這是 排開水的體積 所以是哪一個? 大家都猜的 要不要想一下 理論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這沒有道理的嗎? 這可以推檔 這一定可以想像的啊 這沒有什麼東西不能推檔 想像一下 到底什麼是 什麼是 什麼是 福利 什麼是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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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其實我們現在想 這些東西都是 以前學習的運用 就是說 所以以前我在 剛來教書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說 欸,第一課應該 我早點教 因為第一課好 背背就好了 可是 我不覺得 我覺得第一課應該 玩臉教才好 而且 事實上在整個課程的排列 第一課就是最後面 在修理理 我想到 所以說差後來上一次課 我忘記 剛才講說 那個其中夾可受 可受 可是我一直覺得 第一課應該是最後獎 就是整個 物理化學生物來講 是最後獎 因為 不是最難 它是它中和 它是中和運用的 像講到這邊 就一定要講福利啊 你沒有講福利 你第一課就能說過 沒有辦法理解啊 對不對 那我們到這邊 福利就忘記了 那怎麼講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簡單 複習一下 好不好 用三分鐘複習法 第一個壓力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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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 體積 承上 抑擊的密度 對不對 體積應該改成高度 你說的那個是一個點嗎 我說是一個點 一個點就沒有體積了 那是什麼 高度 高度 其實齁 好 裡面有個簡單的判斷 當然前提也是 還是要理解 高度 高度的單位是什麼 高度的單位 m 或者77 對不對 是高等長度嗎 承上 密度的單位是什麼 密度 密度的單位是什麼 質量水體 質量水體對不對 這單位是什麼 克 克或者是公斤 KG 然後呢 立方 m的三次 對不對 好了 我們當一乘數就約掉m平方 對 這是我壓力的單位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質量 就是這樣 你就這樣 或者我們講m 這樣還要承擇一個重力加速度 但是我們後來習慣上不用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們在算這個壓力的時候 直接說幾公斤重 幾平方公分 分支 幾公斤重 幾克重 懂我意思 就是 就我們把那個重力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先拿掉 就用質量來替代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但是你知道 我們講重量 實際上就是力 對不對 沒有人把你好像我講 天花葉 一公斤 重 等於什麼 一公斤重等於什麼 這是力的單位還是質量的單位 所以等於什麼 9.8 對 9.8 等於 你看 它是等於什麼 等於1公斤 乘上 G G什麼 9.8 9.8 m 不是m m s4 平方 對不對 公斤 再乘上 每秒每秒幾公尺 的加速度 這個單位 就是牛頓 對不對 所以1公斤重 等於9.8 噸 這樣來的 所以習慣上 假裝在算是只有 重量的部分 只有質量的部分 我們會把質量 有時候直接把這個質量 當成力的單位 但是你知道 它跟真正的力 牛頓差一個 9.8的比例 這樣有概念嗎 有沒有概念 有概念嗎 有概念嗎 有 知道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 有時候會講說 壓力在這邊 等於高度乘上密度 高度乘上密度 高度乘上密度 事實上這是少了一個 重量加速度的關係 這要記得這件事情 少了一個重量加速度 所以我們先講 壓力等於H 等於B 這沒有問題了吧 好 那麼 假設我有一個物體 在水裡面 左邊的壓力 會不會等於 右邊的壓力 會 這邊不管它 對不對 下面的壓力 會不會等於上面的壓力 會 因為看它有沒有扶著 不管它有沒有扶著 不會 不管它有沒有扶著 不會 我就是把這東西放到水裡面去 你不要管它 你不要管它 就是想往下掉 或往上 會 會一樣 上面壓力等下 下面壓力 我們剛才學過HD 這邊的高度 這邊的高度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壓力是不會一樣嗎 OK 所以這邊的壓力多少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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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D 對不對 所以P1 等於H1 乘上D 對不對 對 那我在這個上面 所碰到的D 在這上面的 受的D 是多少 這邊水 給它的壓力是多少 壓力這麼大 所以水 對這上面的D 是多少 H1 H1 D G 為什麼H1 G有關 沒有 沒有 跟誰有關 壓力要轉換成D 要缺個條件什麼 面積 不是表面積 是這一層的面積而已 是這一層的面積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只有上面那層的面積嗎 好 假的上面這層面積的部分不是A 好 那哪有多少 H1 A H1 B 對不對 好了 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在講什麼 什麼 高清之類的 你說什麼 我感覺這樣寫下來 你在做一些高清節目 你還有F1還有HD 還好沒有寫A跟B 等下你又出現A跟B了 但是 我只有唱自己一個人在那裡想 我會想說F1 全部只有唱自己一個人在那裡講 好 下面的壓力多少 P2等於什麼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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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它下面的力量多少 你沒寫A 你假的那是正當準 是不是A H2 D 對不對 好的 F1大還是F2大 F2大 F2大 所以 它一定會有個東西向上推的力比 向下壓的力大 所以這叫伏力 伏力不是說向上嗎 合不合理 不對 就算向上也是伏力 為什麼 就伏力等於0而已 可是這個情況下伏力會等於0 我看起來它靜止不動的 欸 靜止不動的可能是因為我推著它 我只沒有把我手畫出來 我靜止不動的可能是我下面拉一條繩子啊 它不會動的 我靜止不動的可能是我這個東西的密度 等於這個力量的密度 它剛好停在水中間 但是anyway 它就是有能力 為什麼 就剛好停在水中間 它的伏力值恰的等於它的動力啊 對不對 這本身它所有的地心引力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當我的伏力 剛好等地心引力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倒 不會動 也不會動 它停在水中間 對不對 我們合力為0 它乘觀天一動 如果靜止了它就靜止了 它就停在水中間 對不對 所以伏力也是為0 伏力不會為0 在這邊伏力不會為0 因為這是有體積的 H1跟H2是有高度差的 所以就知道它一定是有體積的 對不對 一定有高度差的 所以它伏力不可能為0 好 在這情況之下 伏力能夠老 對不對 對不對 等於下面往上推的力 去減掉下面往下壓的力 對不對 兩個力相減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伏力了 表示這樣一個問題 我把它壓到水裡面去 它那個趨勢像怎麼樣 往上扶 往上扶對不對 對 除非我這個東西很重 我不要去壓它 它自然是掉到水裡面去的 它就算沉到水裡面去 它就算沉到水裡面去 請問有沒有浮力 有啊 還是有浮力喔 簡單來講 你可以看到它 質量反而是mg的 到水裡面去 如果你拿個蹭 蹭湯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蹭湯上面的圖數 會變多少 會變成mg-一個力量 會變小 為什麼變小 變小是浮力啊 浮力在支撐它 所以它地板支撐的力量 不用支撐那麼多 它只要支撐 質量減掉浮力的 腎條的重量就可以了 所以還是 就算塵到最低 它就有浮力喔 浮在上面也是有浮力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浮力等於這兩個力相減 同不同意 下面的 上面的 往上吹的力 剪掉下面 上面往下壓的力 相減就是它的浮力了 所以這等於什麼 h h h a跟b是固定的嗎 齁 先提出來 所以h2 減h1 對不對 對不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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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h 還沒有h出現 沒有關係 好 看一下 這個a跟這個 這樣怎麼變什麼 這是不是h2-h1 高度差 對不對 高度差 去減掉 去乘上a會變什麼 它是體積 體積嘛 體積就出現了 體積就出現了 再乘上比比比 所以我們剛剛講這邊的 排開水的體積 乘上一體的力度 是這邊這樣來的 是這樣來的 浮力就這樣來的 懂嗎 所以我們說浮力是什麼 你光去回想那個 我們講的語法 然後排開水 我記得是排開水 然後把它背起來 把它記起來 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它怎麼來的 那你就會容易攻擊 所以要想一下 它怎麼是推倒出來的 好了 我們的膚力 體積什麼 密度 體積什麼密度 體積什麼密度 排開水 你看看水裡面 所以假設 假設是物體 我把它放在這裡 我把它放在這裡 跟剛剛的表現 差別在哪裡 沒有 上面是0而已 對 我差別之後這是0 這是0 對不對 所以0的情況之下 這是0 H2乘上A 本來是V 所以還是體積乘上密度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好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上面是負的 上面是負的 上面是負的有可能嗎 不是 不是 我需要管這邊的壓力嗎 不用 這邊壓力為什麼不用 管水邊下就好了 你一定要管水邊下的 但是這邊沒有壓力喔 有 這什麼壓力 大氣壓對不對 那我問你啊 這邊假設大氣壓要管的話 那這一點的壓力要管大氣壓 要啊 也是要管大氣壓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 對 理論上上面的壓力是什麼 上面壓力是 P等於 大氣壓 大氣壓 大氣壓怎麼寫壓 他現在寫PATM 這樣 PATM 對不對 大氣壓 加上水壓 對不對 水壓 我們已經知道了 水壓等於什麼 HP 對不對 所以上面這邊來講是0 下面這邊呢 是等於這塊而已 對不對 這一塊就是它的密度 所以是HD 就是它的壓力 高清 對 高清 好 所以呢 上面基本上就是個大氣壓 下面就是個大氣壓 大氣壓到外面減掉了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這塊的力量 所以 水底下 水上面 水下面的任能力點 上它的阻力點什麼 排開的體積 乘上液體的密度 OK 這樣被解釋出來 這退導出來 所以這沒有問題吧 好了 先把它先長掉 現在講的是 所謂的地殼均能說 地殼均能說 簡單來講說 地殼 它平衡在這個高度之下 為什麼 所以 嗯 所以就有人解釋啊 就說 是不是我們 因為其實地殼很厚 我們也不知道它地層底下上哪 所以就很清楚解釋 他說 我覺得啊 地殼應該是一樣的厚度 一樣的厚度 就是說 這個地啊 不管上面是怎麼樣的 好 我底下的厚度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地就是泡在地毯裡面 對不對 泡在地毯裡面 可是 你這邊有比較高的地方 應該 會比較重啊 會比較重 如果這邊比較高的話 密度又是一樣 放在地毯裡面 是不是 簡單來講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木頭 我再去一個長一點的木頭 我一定要放到隨便去 欸 請問它 是 這樣子的結果 還是 這樣子的結果 假設兩個高度 跟這個高度是一樣 都不是啊 那應該是怎樣 它是有比例的 是比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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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設這邊是2比8的方法 那它應該怎樣 2比8 就是2比8 就是2比8 它應該是一個女生 這樣子 2比8 對不對 就是比例關係 就是什麼 那為什麼叫2比8 在罵人 3比8 3比8 比較像罵人 好 你在3比8 3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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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罵人 也不是罵人 3比8 就只是說你很瘦啊 你看3比8 有點嫌棄的感覺 很瘦 好 所以它這個比例關係 所以假設 我們密度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它 不會 會這麼高 它要掉下來 會顯得密度一樣的鐵路 你應該是頂下的嗎 這該怎麼講 那 不是 你說說那個 就是什麼大陸地殼 還要海洋地殼嗎 嗯哼 對啊 所以應該下面的都 一樣 目前地球的情況好像 應該下面都會比上面走 上面比下面走 是沒錯的 對啊 結果它沉的底下下 是比較錯的 它沉的底下下面沒有錯 但它只是說 這是一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是說 它認為底下都是一樣 根本上沒有說 但是我在想像 這顆留言說 底下都一樣 是應該像 因為我地寒是熱的 對啊 我地寒比較熱啊 它 地寒的溫度 就是足櫃把 岩石都融化掉 所以我們底下都融掉 它能夠平衡嗎 對不對 你看它這邊鑰匙 這樣它有多融掉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它現在MU 它是一個假深的融掉 所以底下是平的 它底下是平的 可是你非常高瞻 要怎麼解決你的高瞻問題 它怎麼解釋它 它只要解釋說 喔 那就是可能這個高瞻的這一塊呢 它的密度比較小 密度比較小就像這個樣子 它密度比較小 它這個比例就可以稍微 上面比較多一點 凸出來比較多 那也就是說 這邊的密度呢 比較大 這樣怎麼解釋 可以解釋嗎 可以解釋為什麼高山 為什麼會有比較低的平衡的地方 因為它們兩個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它的水面 在那個地盤上面的高度不一樣 它可以解釋它 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說 嗯我覺得石頭就石頭嘛 石頭密度應該要一樣大 所以石頭密度要大的話 就會回到出問題了 你當你的是2米8的話 我解釋我明顯是2米8 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這邊有高山突起來呢 我下面就要對應著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要對應到什麼 我這邊的比例 我這邊的比例 會等於 這邊 比這邊 也就是說 假設是 A1比A2 會等於 B1比B2 這個會成為比例關係 這樣我常常都平衡掉 我的高度差的問題 也就是 第二個人認為他說 我的地盤 這個地殼厚度 實際上是高低不一樣的 而且高低的關係 就跟我上面的高低是有關係的 我在地盤以上 越高的 我相信就有越厚的地殼 那這個前提 這個假設是來自哪裡 假設是來自於 我的密度均一 我的這個土 這個地殼的密度是一致的 這樣的說法是合理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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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實情況是什麼 都不知道 是藍色的這個說法 對呢 還是紅色的說法 對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啊真實情況齁 目前來講 不要支持 不要支持第二個說法 不要支持第二個說法 紅色這個地方的說法 第二個說法呢 他說 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據這個地殼 地震坡的偵測 發現是讓人家地底下是有個不連續坡 他是有個不連續面 他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可是上午比較支持說法是 這兩個混合說法 這兩個混合低 第一個 地殼的密度百分為一次嗎 第二個 本來地殼的溫度 就可能把底下溶掉啊 你這比較高的 越深的 是不是又能被溶掉 對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混合的一個密 混合的一個變化 所以它是持續不斷在變化 我這邊被溶掉了 我這邊就可能往下溶一點 可是掉的速度也不會那麼快 溶的速度也沒那麼快啊 所以這持續的東西都變動 它是一直在變動的 它是一個緩慢在改變的 所以我認為實際上的做法 按照你的說法的話 它可能死一一年後 都會變得非常容易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但是地殼還在變動啊 地殼還在移動啊 所以我往下澄清清之下 我可能又被擠壓 還是被造戰運動又起來 那持續在變化 不一定 但是anyway 在變化的過程上 它是會另外一個平衡啊 所以假設時間夠久 時間夠久 有可能是到最終 就是沒有所謂的高力差 就全部都是平衡啊 有可能就 那有可能什麼 慢慢的整個地球的溫度變得越低 因為我們宇宙一直擴散 溫度越來越低 溫度越來越低 地殼會不會 地球變什麼 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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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嘛 想一下 不要想像力啊 變成新的太陽 欸 溫度越來越低了 變新的太陽 你怎麼變了 因為太陽 溫度越來越釋放 溫度越來越釋放 它慢慢變成什麼 全部都是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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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變成結果 結果為什麼變成全部都太陽 你怎麼決定 你怎麼決定 就是因為我覺得是全部都太陽 不要等到太陽 對 對 那海不會結冰嗎 那這邊 從頭都冰 我最近 應該昨天嘛 昨天看一個新聞 講了哪裡去 他說 太陽系整個上去 除了火星目前發現水 可能有生命之外 他們說 在另外一個地板發現水 是土星的一個位置上 他們發現冰凍的 冰凍的地殼下面有 似乎有水的情形 就是 就是 就是他在土星的那個位置偵測裡面 他發現他整個星球 他事實上是整個星球現在都被冰凍 現在放在冰凍層裡面呢 竟然有流動水 會流動 放心 就是 不竟然是流動 就是液態水 那因為這個冰凍有夠厚 他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之後呢 事實上這水就不容易 不太容易解冰 壓力很大之後 比較容易解冰 壓力很大之後 在土星的衛星上 在土星的衛星上 我想奇怪 土星不是氣態嗎 土星的衛星 它壓力很大 有可能是 但是它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什麼原因 它還是冰 它是水 內在什麼 它好像融派 它吸入裡面還是有熱油 有可能它吸入裡面還是有熱油 還是有一點點熱油 所以它維持在一個溫度之上 所以它不會完全是以冰 反正在地位 它現在發現說 冰層的下面是會成水的 所以因為有些人是水 它們灰色 說明就有生命 好 OK 它是H2O 也是H2O 水就是H2O 我們在目前的時候 水就是H2O 所以只要我們把 管它的溫度 然後這樣就是 欸 它有一個 它用船在上面 繞它 繞的土星在